应该由我自己来写道歉信交由法庭作为证据提交上去 但是呢 对我来说 可能是我唯一的一次跟姜哥母亲见面的机会 就是在法庭上 所以我想当面把这个道歉信送到她的手上 我要当面跟她说对不起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观察一下姜哥母亲的表情 我们看到姜哥母亲当时是没有表情的 那么在她的父母写道歉信的这段环节呢 我们看到姜哥母亲有的时候是轻微的点头 有的时候是摇头 似乎是表示否定 所以呢 在今天的庭审过程当中呢 姜哥母亲并没有对陈世锋的道歉有什么回应 是 那我们其实也有这个法庭画家 画了今天陈世锋在这个法庭上的这样一个情况 他今天其实上衣还是穿了一身蓝色的上衣 以及下边是运动裤穿了一双拖鞋和黑色的袜子 据我的观察是这样的 是 陈世锋的衣服呢 和昨天的是几乎是一样的 然后他的表情也是今天 看起来声音但是一直都很镇定 但是呢只是在提到对姜哥的想法的时候 还有姜哥母亲的心情的时候呢 他是气不成声 然后我在我的记者座位上去观察的时候 我发现他在哭的时候 就是后背一直都在抽动 好像是在一直在颤抖的样子 是 那么特别是他在最后呢 其实也说到这个事件本身的对于中国和日本两国都有很多舆论去关注 他说他觉得自己是无法原谅自己 我有深深的负罪感 同时呢他觉得羞愧难当 然后呢特别是对姜哥母亲 他说他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内心的抱歉 真的是对自己非常的憎恶 我真的真的对不起 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庭审就结束了 那我们看到他在最后呢 确实是表述了他自己的心情 是 是 那其实在明天的庭审还是会有陈世锋被质问 然后他明天的庭审可能会聚焦在什么方面对他进行质问 好的 我们看到今天呢是检方也是用了相对很长的时间啊 就是主要的是去对陈世锋在他的这个作案的之前 作案中间还有他的杀人动机 还有他去刺姜哥的具体的内容上面的去进行了一些提问 我相信明天上午呢还是 首先的时间是就是由这个检方还是继续对他提问 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之后呢会有这个法院方面 对他再次进行提问 大概应该是有半个小时 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是姜哥母亲会出庭 然后在庭上对自己的心情做一个描述 所以刚才我也说过了 其实受害者他通常呢受害者的亲属都是作为证人出庭的在日本 但是呢这次姜哥母亲不仅仅是作为证人出庭 他也是作为一个证人母亲在法庭上描述自己的心情 这种状况呢在日本是非常罕见的 通常只有非常重大的案件才会有这样的环节 是我们这边也有一个网友时时发来的这个提问 他说这次审判中有没有提到案发后 姜哥的房子失火的这件事 到目前为止 连续四天的停选当中 没有提到这个内容 我相信应该是检方认为 这个失火的事情和此案无关 是那好的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晚上为大家进行的这个梳理与总